近日,记者从浙江省乔办了解到,为了更好保护每一位海外这级乔包的健康,浙江省乔办、省乔联、省卫健委联合退出了浙江省互联网医院乔包关爱健康平台。 3月12号,记者来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,了解平台上线后的实际情况。 该平台安排专属呼吸、感染、中医、心理等方面专家,组建新冠肺炎海外医疗团队。 于北京时间18时到23时集中接诊。浙江省委统战部副部长、浙江省乔办主任陈安表示,平台上线可以给浙江籍海外乔包提供医疗服务和关心关爱。 除此之外,浙江乔务系统还给海外乔包提供物资,并安排助群医生。 希望海外乔包能够得到一些帮助,给他们提供一些关心关爱。 我想对于海外乔包,我们加强人民是非常关注。 我们省与侨务系统也为我们浙江籍海外乔包提供了一批看医物资,已经发往欧洲。 我们在乔包的微信群里面安排我们省里的医生,助群医生给他们提供一些参与的知识跟借看咨询,这样让他们能够更科学,更有效地看起这个医疾。 据了解,该平台可用支付宝或这里办APP完成注册,汇集了浙江省内数十家医院的专业医生,为海外乔包提供高效专业的在线健康咨询服务。 这一医院呼吸内科主治医师刘荣介绍,目前她接诊过两例海外乔包,分别是来自北美和瑞士的女性,都有一些呼吸道的轻微症状。 他们有点担心自己有没有可能感染这个新冠,另外一个他们有一些症状的话,他们也想知道应该怎么样处理,比较合适。 有些他用自己,已经给自己用了一些药,然后他也太有把握,应该继续怎么办。 首先了解他的情况,如果他情况不是那么严重,那么也不用过于的焦虑,很适当的观察这些还是需要的。 如果真的如果情况确实是严重的话,那我觉得该怎么处理,还得要怎么处理,目前这些海外的事还没有碰到。 这一医院医务部互联网医院工作人员周骏告诉记者,他们目前是浙江省互联网医院平台内主要的医生团队,这次上线的侨胞关爱平台,除了负责医生及时接诊及时处理,最重要的还是缓解患者焦虑的情绪。 我们这边就是其实是负诊,负责医生把这些患者就是接诊及时接诊及时处理,然后及时可以缓解一些,因为其实大部分的患者有一些是焦虑的情绪,就缓解他们情绪,然后正确知道他们怎么样做一个新冠的防护。 感谢观看